要健康 要誠實 要理財 要學習 要Fashion 我要你很好 我是好爸 我是好嗎 我是好小弟 我是好小妹 我是阿好伯啊啦 哎呦 我阿好今嘛 我很好小劇場 兒子啊 電視裡面是在說什麼 什麼政府債券 我們政府現在是欠責喔 不是啦爸 是政府自己要發行債券 吸引投資者啦 對耶 你上次不是說 你有一筆定存200萬嗎 你要不要拿出來買債券啊 什麼是債券啊 債券的由來 就是政府現在需要用錢 他就發行政府債 他會約定利息 什麼時候到期還給你 那你就可以把這200萬 安心借給政府 他就很像定存一樣 只是他的利率呢 比定存高 所以通常政府 如果要舉債的時候 他就會和全國的人民說 我們現在要舉債 來做一些大型的公共建設 投資者除了在銀行定存之外呢 也可以買政府債 來當作投資 哦 你說他 利息比較高 那是比定存高多少啊 不然我騎在銀行好好啊 還要這樣換來換去 很麻煩耶 有啊 既然是政府要跟你借錢 如果利息太低 投資者也不會想要投資啊 所以政府哦 勢必一定會開出比較有利的條件 來吸引投資者 但是利息太高 政府也不一定發得出來 所以一般政府債的利息啊 大概在3%到5%左右 是政府可以負擔投資者的利息 所以爸你想哦 所以你200萬放定存 可能一年只會拿到1%的利息 也就是說 200萬只能拿到2萬 那你如果拿出來投資 政府債的話呢 換算下來就可以拿到 6到10萬的利息耶 哦 怎麼差這麼多耶 啊 那我現在如果要買債券的話 敢不可以分期付款 欸 不行哦 買債券啊 就像定存一樣 一次直接要買200萬這樣哦 哦 這樣我幾年後可以拿出來啊 那要看他的發行年限啊 比如說呢 他發行的是5年期 那就是5年之後才能夠一筆領回哦 哈 要賣這麼久哦 哦 這樣我如果是臨時有需要 要用錢 這樣要怎麼辦啊 爸 不用擔心啦 債券在市場上呢 也是可以買賣的哦 如果臨時要用錢 是可以把它給賣掉的 這是政府債的好處 也算是另外一種 穩健投資的商品哦 所以爸 你可以試試看 把定存的錢解約來買債券哦 哦 聽起來不錯哦 我給你母子參想一下 順序來看看 買不買多一塊的債券哦